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数条蛇在向他爬来 他急忙去拔逃柱剑 却怎么也拔不出来 恍然间 逃柱剑竟然掉在了天罡罩外 四周都是蛇 就连剑上都爬上了蛇 他根本不敢去捡 正在害怕之时 东华不知从哪里突然冲了出来 将他搂在怀里 轻声说 别怕 我来了 在东华批出了一道悬光 送他出范茵谷时 他看到东华的嘴在动 像是在说些什么 只是他已经完全吓蒙 四周又是狂风又是闪电 他未能听清 早晨起来 白滚滚的肚子有些不舒服 东华让他粥在炕上 用手按了按他的小肚子 又拉过小手枕了一回脉 对凤九说 不妨是 昨天晚上肉吃多了 积了食 也无需用药 这两日让他吃清淡些 再吃些助消化的 比如山药 山楂 调养两日就好了 见白滚滚并无大碍 凤九就收拾收拾继续去摆摊做生意 东华这个人吃饭讲究 自从开始管东华的饭后 这每天的伙食费蹭蹭地往上涨 虽说东华卖瓷器也能挣 可也得要存些备用钱才是 凤九心中不禁感慨 东华还真是不当家 不知等着好摊子后 他包了一包蜜饯 又包了一包蜜糖 对东华说 你看着点 我去去就来 你去做什么 东华疑惑地说 可还未等他的声音落地 凤九就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 东华知道凤九是给叶青蹄送行去了 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快 一扭头 看白滚滚正老实地帮娘亲守着摊子 依然不理他 便将白滚滚抱过来放在腿上说道 滚滚 你误会了 我昨晚并不是在欺负你娘亲 以你娘亲的脾气 我若是欺负他 他就算不打我 也不可能再理我 可是你看早上 我们不是还商量着吃什么吗 白滚滚想想的确是这样 他娘亲的脾气 他是知道的 从来被欺负后就没有不还回去的道理 虽然昨天睡前娘亲没有再理过爹爹 但早上的时候 他们确实像聊得挺开心的样子 在爹爹给他看完毕 娘亲当时还冲他笑来着 可见并没有真的生爹爹的气 白滚滚哪里晓得 他娘亲凤九因为半夜所做的梦 早上起来时就有些心不在焉 东华问他早饭吃什么 他就答了 后来白滚滚又说肚子不舒服 凤九哪里还顾得上旁的串情 冲东华笑也只是因为听到他没事 放心了 那时凤九还觉得还好东华懂医术 要不然他还得抱着白滚滚去找丈夫 东华又说 我只是要和你娘亲给你生个小妹妹 你娘亲当时是不好意思了 白滚滚还是将信将疑 问道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东华说 不幸晚上你去问你娘亲 滚滚 爹爹问你 想不想要个小妹妹 白滚滚认真想了想后 点头说 想 那想不想晚上睡前听爹爹讲故事 东华又问 想 白滚滚说 那你得要自己去和娘亲说才好 东华笑着说 等你病好了 爹爹就教你射箭好不好 白滚滚一听要教他射箭 眼睛立刻就亮了 东华猜得没错 凤九的确是去给叶青蹄送行 等他赶到北门的时候 正赶上大军出城 他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过去 来到最前面 只见叶青蹄骑着一匹青棕马 身披银色战甲 虽是凡人 却私事不逊于九中天的神将 他远远地中叶青蹄挥打了挥手 叶青蹄一直都在注意着四周 一眼就看到凤九 他冲凤九笑着点了一下头 只是他身为三军元帅 不能停下和凤九说话 在他过去后 他手下的一个偏将从队伍走出来 凤九将蜜剑与蜜糖交给这个偏将说 这个是给你们后爷的 莫要偷吃 凤九姑娘对我们后爷还真是好呢 那偏将说道 因凤九一向豪爽 和他们在一起时毫不拘谨 也从来不在意他们说话粗鲁 因此这些将领在和他说话时 也只是一些小闹贼 很快就会回来的 直到大军出了城 凤九这才回来 回来的路上顺道买了些山药 他寻思着白滚滚好闲时 晚上给白滚滚熬些山药微粥 回来时看到东华正吃着蜜剑陪着滚滚在那里玩 在看摊子上 蜜剑少了不少 可凤九不确定是卖了还是被东华给吃掉了 东华不去照管生意凤九并不奇怪 他只是想起昨天白滚滚因护着他和东华闹翻的事情 想不到东华这么快就又把白滚滚给哄高兴了 久久 你去做什么了 这么长的时间 滚滚见他回来 问道 东华替凤九回答 你娘亲去送夜后爷了 我也想去送青蹄叔叔 白滚滚说 你不是不舒服吗 所以就让你跟爹在这里看摊 凤九说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那时你就能见到青蹄叔叔了 东华的目光闪动了一下 就在快要到收摊的时候 一名粉衣少女来到东华的瓷器摊前 这少女容貌不俗 且衣着华丽 一看就是来自于有钱人家 少女来了也不问家 直接要了一套茶杯 一个笔喜 还有两个花瓶 在选完东西后 他拿出一包子银子 扔到东华面前说 这是定金 将这些包起来 后麻烦送一下 东华却看也不看 说你若要就付钱拿走 我不送货 到时候会额外给你赏钱 那少女说道 东华扭头看着风九说 我要在这里看着我席凤 席凤 少女愣了一下 顺着东华的目光看去 看到凤九正在给人 撑着蜜饯 听到这边有人说话 抽空看了一眼 少女很傲气地说道 我家小姐可是真心想买 以后还会买更多的 因她的口气 东华不再理她 而是拿着她的那些瓷碟瓷碗 开始给白白滚滚 白起了过家家 风九此时已经收完钱 就饶兴趣地看着这边 这时又来了一名 穿着绿衣的女子 同样是负责打扮 容貌尚成 她对那名少女说 小姐叫你 那粉衣少女指得回去 凤九看着两名少女 穿的都是绿罗绸缎 佩戴的首饰 不是金就是玉 看上去比一般的商骨 指甲还要有钱 却想不到只是下人 那看来 他们口中的小姐 必是权贵豪门出身 在路边停着两辆乡车 有八个随从立于两旁 还有四个婆子 虽然身处闹市 却一动不动 粉衣少女来到第一辆车前 隔着车窗说了两句 随后 那粉衣女子上了后面的车 绿衣女子带着一个婆子返回 付了钱 取了东西上了前面那辆车 凤九看到这一幕后 又看了看东华 忍不住想笑 那小姐带着这么多的人 来买几件瓷器 竟还要东华轻送 这哪里是买瓷器 分明就是想要买人吗 东华虽身处在这喧嚣的闹市街头 却依然犹如助力在太成功的园林之中 完全不受周围的铜秀俗气所侵扰 也难怪会迷到贵族小姐了 只是谁能让东华帝君去上门送货 不要说只是凡事的一个负责门中的小姐 就算是天君恐怕也没那个资格 东华在这个地方支了这么一个摊子 只是为了找一个由头待在他旁边 这要是被人知道曾经的天地 贡主竟在街边摆摊卖东西 恐怕会惊掉一堆人的下巴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